身为被开除党籍的前辈 第一个你觉得赖清德会怎么处理高家瑜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 2020年我的状况 在2020年的时候我在很多节目里面 其实包含了严宽恒选举 我都没有去骂严宽恒 我是针对行为与政策去做批判 后来就很多以前我的蓝营的朋友就说 你干脆就离开国民党了 你这样一天到晚 我说我什么时候骂过蓝营的政治人物 没有我是针对事情政策来批判 他说你要批判你就离开 其实我是因为他这一句话 我想一想这个党如果已经没有是非了 变成我的好朋友都跟我这样讲 所以我就申请退党 退党之后就被开除 我觉得民进党 我给民进党一个建议 不要像国民党做这么粗糙 会轻痛愁快 这是我的想法 我跟高家瑜没有任何交情 我跟王世坚议员也没有任何交情 我觉得不要做这么粗糙 因为国民党对李佩芬 对郑佩芬 对李正浩 还有对我 还有之前已故的杨伟中 都太粗暴了 我建议民进党不要这么粗暴 高家瑜如果你真的有心 要来破兵 展现你对民进党是良心 而不是私心 我觉得赖清德主席的每一场你都要去 而且前面半个小时就交给高家瑜 直接面对民进党的群众 时问时答 不要时问虚答 什么叫时问虚答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这样为什么伤害 他说不要生气 身体也要紧 这叫虚答 对 时问时答 你为什么要批评某某某子民 然后高家瑜回答 我批评的原因是什么 我做的方向是什么 你觉得我做的对不对 我佩服你 我觉得高家瑜 我觉得民进党的党部 应该给高家瑜这个机会 因为当时我 我当时很希望国民党给我这个机会 国民党没有给我 我很乐意跟那些骂我背骨的人 我跟你直球对决 时问时答 没有给我机会 所以我才离开 那我觉得民进党可以做的更细腻一点 然后因为这次赖清德主席上台以后 很重要的一件事 面对了王世坚 面对了高家瑜 你攒也不是 刘也不是 那我觉得不如把这个事情交给党员决定 直接面对 我直接开一场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让你直球对决 你不敢来 如果你不敢来 表示你放弃 心中有鬼 你敢来 不要虚打 不要虚打 如果你虚打 直接裁判就按铃 虚打不算 重说 你就是要时问时答 讲清楚说明白 佩服你 这个叫做良心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要出来蹭声量 要出来博取同行 这叫私心 为什么选建坛 为什么不去三重 我就直接讲为什么去建坛不去三重 三重不是他选区啊 为什么不到高雄 为什么不到台南 为什么不到台东 不到基隆 不到宜兰 只选建坛这一场 我说你是良心也好 我说你是私心也好 我不要下评论 民众自己看 但是我还是呼吁 未来 我想你主席 应该就是赖清德了 赖清德主席 面对这个事情 开几场 让高嘉瑜去说 北中南 至少北中南东 各一场 高嘉瑜 面对的这个状况 包含王世坚 你都去面对 党员怎么问 时问时答 直求对决 不敢去 再做党纪处分 也不迟 如果 未来的赖清德主席 要接受 于将军的建议的话 我自动请应 我来当提问人 好不好 你放心 我不会设陷阱给他 我也是时问 就是针对你以前 讲过的话 你把逻辑告诉我们 因为我这个人 是非常重视逻辑的人 就是说 你把逻辑告诉我 我可以接受 我就可以接受 他先说服我 才能去说服 更多的党员 对不对 我没那么理性 所以我没办法提问 我帮黄柯 递麦克风就可以了